倘若看到有標示為主副公司所有的資產以及樓層 請排除在今日點焦範圍以外 否則我們會全程錄影 並且請警察同仁在場監看 就該違法行為直接提出告訴 謝謝大家 我們是Net的代表發言律師 稍後若是基隆市政府針對現場標示屬於主副公司產權的設備 或是樓層以及現場所出資興建的一切資產 市府將主張有所有權 現場的記者朋友以及警察同仁們 我們將以現行犯竊佔的行為來做告發 因此我們呼籲基隆市政府 倘若看到有標示為主副公司所有的資產以及樓層 請排除在今日點焦範圍以外 否則我們會全程錄影 並且請警察同仁在場監看 就該違法行為直接提出告訴 謝謝大家 那現在眼看市府議約跟簽約程序已定 那微風其實也非常強力的跟進 想要接管這個商場本身 但是就回同 如同我剛剛所說 這個所有權的歸屬沒有釐清以前 我們還是要捍衛我們的產權 並且基於我們跟租客的這個租約 我們也要保障他們的權益 所以在立場上面 我們還是會站在第一線去守護他們 讓他們可以安心的在這邊繼續的經營 那也希望市府可以考慮到這些商家 過年希望持續經營跟安穩的 在這個地方營業的這種心態 避免在這個期間去做了太過分的一些強制行為 造成一些不能夠回復的損害 那因為Net想白講在這一次 跟我們的訴訟我們一開始也是不知情 我們一直到大概法院駁回的第二次 要到第三次的時候 我們才知道知道就找律師去應對 所以我們絕對最後會是尊重法院的判決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招商程序的一開始之初 所有的決定都還沒有做成以前 就希望市府能夠釐清所有的問題之後再來行使 而不是像現在 在可能繼續製造更多問題的狀況之下 還是要貿然的強行發動這件事情 那現在眼看市府 預約跟簽約程序已定啦 那微風其實也非常強力的跟進 想要接管這個商場本身 但是就回同 如同我剛剛所說 這個所有權的歸屬沒有釐清以前 我們還是要捍衛我們的產權 並且基於我們跟租客的這個租約 我們也要保障他們的權益 所以在立場上面 我們還是會站在第一線去守護他們 讓他們可以安心的在這邊繼續的經營 那也希望市府可以考慮到這些商家 過年希望持續經營跟安穩的 在這個地方營業的這種心態 避免在這個期間去做了太過分的一些強制行為 造成一些不能夠回復的損害 依法處理的部分 我們已經向民視的地方法院去提起定暫時的狀態 並且針對這個產權的一個歸屬 也都提起了確認的訴訟 那為了因應市府在招商這個程序 它畢竟是屬於是一個行政的行為 我們也已經跟行政法院提出了定暫時狀態的假處分 以及確認相關產權訴訟等關係的一個訴訟的行為 當初跟這個Net有過一面之緣 就是因為我們曾經找過好幾個地方要辦一個親子空間 那最後都沒辦成 最後就去辦了所謂的小愛公益樂園 所以因為你們大家都也去過的 那因為Net想來講在這一次跟我們的訴訟 我們一開始也是不知情的 我們一直到大概法院駁回的第二次 要到第三次的時候 我們才知道知道就找律師去應對 所以我們絕對最後會是尊重法院的判決 我們才會對那 esto 我們最終回就算是在這一次 一段時間就要去結束 我們才會點了 我們才會不會再一個人 既然搞甚麼 我們才會繼續傳取 我們才會知道 向發展 我們才會有一次 我們才會有的 說明我們才會 我們才會想到